1925年,梁启超带着林徽因和自己的儿女儿梁思庄灯长城时,留下的一张珍贵的合影。 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挚友,两人都是文人性格,又政见相同,所以往来的还是比较频繁。 梁启超也几乎是看着林徽因长大的。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年,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参与郭松林反凤事件被枪杀。 梁启超于是承担了照顾只有女儿林徽因的责任,在自己已经有九个子女的情况下,出钱攻林徽因出国留学。